这经常也出86西游记的皮肤了 所以现在西游记限定皮肤不多不少正好五个 那么在一局游戏选出五个西游系列的皮肤 会发生什么了 反正我是年贵 真旧西天取经9980级难 不是被抢英雄就是被半英雄 所以为了安抚我这个幼小的心灵 本期视频三年总数 如果可以过两万的话 咱们就25号直播带各位玩一下以前的阴间阵容 那么我就不说废话了 开始游戏 进入游戏咱们先走一波程序 看对面愿不愿意主动放我们西行 如果他们不愿意 咱们就跟他们讲道理 讲到他们愿意为止 对面的辅助呢是承接南凌王 抢完中线直接守野区 看这个buff的血量 南凌王应该是消逞了 buff进场了 使用了几段看一下能不能把他拖 不小心把buff给收了 不过我相信悟空肯定不会怪为师的 虽然猴子没拿到蓝 不过下不得玉兔公主呢 拿了一血 这波严格来说是优势开局 清完第二波中线开始和谐保卫战 南凌王想隐身 一技能给他套上去 进场的一二技能都是可以提供视野的 非常地好用 话音未落 咱们的女儿国国王 背后悟空直接击杀了对面的干将 南凌王走位很嚣张啊 我要教育下他 一技能框住 二技能进一步消耗 然后平野补伤害 直接拿下 不对 超度成功 对面少人了 咱们理所应当的来敌方野区 进行一个话园 看对面的药 非常的热情 感觉一个buff不给我们拿的 还要过来给我们刷拨KD 咱们师徒上人就理所应当的 把他给超度了 客户也给说好评 上路我们可爱的猪猪八戒 被对面给欺负了 我接受不了 来悟空 随为师一起踏踏开 呀理性没走呀悟空对不起 维持错了 下次为你报仇 择日不如壮日 对面欺人太胜 为师现在就替你报仇 我到谁出我二斤 直接是个残血理性 天 也该酿了 玩蓝尼王的 十个有九个是心理变态 又来我充足是吧 开个二斤探视野 闪现他开一斤那招 我要跟你讲道理的啊 呀差一点 看样子 这道理好像不够硬啊 看见了吗 各位 这个正在超度敌人的猴子 就是我的大徒弟 孙悟空 他已经超度两人了 咱们也不能示弱 是在这 是在这吗 有没有一 有一啊 有一有没有一 这货怎么怪怪的 有没有一 有有有有 有一有有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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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盒落海 有一有一 行行行行 有一有一 有一有一有一 一盒落海 这几个 这几个 此定此有点大名 对面这边打团打不够门 开始疯狂带现了 下路边线来了 先把他清掉 你姓 悟空无能 就为斯亚要没了 我处理了 我处理 沙马车传脚 我跟你没完 悟空啊 干得漂亮 呀不对劲 师傅 我打不过他 我先走完 你先想逃 八戒拦住 看来这人还是对我来超度啊 阿门 玉兔公主 跑去追理 信了 咱们跟不上 就跟女欧国国王先进摸兵线吧 哇 情况不对 蓝灵王也在 二几天丢兵 点印记 然后释放大招 给队友加一个免伤 大招印记差不多 直接释放 把蓝灵王送上几天 让他在终点等我 悟空啊 你就没有让维师失望过 对面也有三人被超度 趁此机会 直接压塔 鲁蛋相守 使用大招 将一次打退 耶 还不走 舍不着我们呀 无能上 把他给我超度了 悟空开楼 我们推中 玉兔公主推上 云公明确 金铲转世 失败了九次 第十次 才化为长生 做这期视频 我也输了九次 刚好对应长生九次转世 而这一局 正好就是第十次 我是不相信 学安学这种东西的 但他就这么巧啊 小主帮这么套拳 这么打他 打他超度 悟空没击杀 这一波 给撤 阳光南海小群线 一斤改套上 丢出了几天四分大招 等待二几天印记 时机成熟 带走 你去诺达 让咱们队友把给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大招 遠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